每年4到5月份,是吃蒜苔的最佳季节 这阶段的蒜苔很嫩,水混足,甜度够 切肉片,你得记得横向纹路切 如果切肉丝,就要顺着纹路切 切完了肉片,记得葱水洗净,免得烧味太重 控干水分后,下盐 加点料酒 下生抽调味道 下老抽调色 用手抓拌,确实不哑观 酒店的厨师是不会教你用筷子去搅拌的 这样抓拌,为了让肉片充分吸收水分及味道 下蛋清可以使肉片爽滑,有链性,色泽明亮 下生粉,包姜 可以守住水分,让肉片滑嫩,不柴 最后下青油 可以让肉片不易结成一团 不容易氧化,易以保存 想让肉片好吃滑嫩,你得记住这个小技巧 虽然有点费油,但是这样做确实比较合理 油温烧到三层左右 每层油温30度,三层油温在100度左右 倒入肉片,立即关火 低油温既可以把肉片熟处理,又可以让其口感达到最韧效果 控制在刚刚滑熟既捞出 油温升到六层,下蒜台熟处理 既保证了蒜台的翠绿色,又保证蒜台的口感 滑油时间别太长 颜色变化,立即捞出 锅中下豆瓣酱,扁出红油 搭配姜蒜,味道更佳 蒜台二次回锅 只需少起盐和味精 肉片本身有味道,可别吓太重 红椒是为了搭配颜色 烹入料酒,更有锅气 开旺火,迅速翻炒 一道比昨天的红烧玉豆腐还好吃的蒜台炒肉 你确定不试试看吗 专心解说每一道菜 关注我,不知道吃啥 随时来找灵感哦